他是百岁山的创始人 医保的指挥官 海南最大的隐形富豪 他手握三千多亿资产 却极少在公众前露面 名下企业也坚持不上市 他就是景田集团的董事长周静良 周静良被称为中国包装饮用水之父 在他的带领下已保创下了数个中国第一 第一次将包装饮用水推向中国市场 第一次将国产饮用水品牌推向世界等荣誉皆出自他手 但就是这样一位中国饮用水先驱人物 却一直坚持不让自家的景田集团上市 为何周静良和他的企业都如此低调 这位中国矿泉水之父又是如何发迹的呢 本期商江锦囊就来带大家了解周静良这位水中之王的故事 农夫山泉的老板钟晒晒在去年火了一把 2021年农夫山泉市值达到7000亿元的消息 让人着实吃惊 人们实在没想到小小的矿泉水居然也能身价千亿 如此的财富已经比十个王健林加起来还多 随着钟晒晒一起进入公众视野的还有百岁山的老板周静良 他旗下的产业也有着3000多亿的价值 这两位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水中王者 但相较于钟晒晒 周静良就低调得多 他很少在公众媒体前露面 手下的景田也一直坚持不上市 就连他的产品百岁山给人的印象也是广告看不懂 水中小贵族的感觉 但你知道吗 如今相当低调 年纪已经70多岁的周静良 曾经可是引领着中国矿泉水产业走出国门的先驱人物 周静良和饮用水的不解之缘 还得从40年前他入职华润的时候说起 价格比普通饮用水高出一倍 消费者却仍然买账 周静良是如何将一宝打造成高大商品牌的 1983年 周静良在华润集团旗下的龙欢饮料公司当总经理 当时企业也就生产一些果汁 气泡等常规饮料 在市场上和可口可乐等大牌相比 根本没什么竞争力 周静良对于这个现状相当不满 他希望自己的产品不说能不炸凹头吧 但至少也得业内知名才行 不过现在和百事 可口这些大牌去竞争已经不现实了 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后 周静良找到了突破口 矿血水 周静良虽说是打造了中国第一个包装饮用水品牌 但他可不是中国第一个卖矿血水的 八九十年代的市场上其实有很多杂牌瓶装水 它们不是什么品牌 也没什么宣传文化 仅仅是工人解渴的东西而已 此时百事 可口等大厂都还没在包装水领域发力 这里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周静良从中发现了机会 1990年 周静良从香港重金聘请了知名设计师 来给这款即将改变市场的饮用水打造形象 从瓶身的造型和花纹到瓶盖的质感上都做得相当考究 在品牌的名称上 他取用了法语中的高贵一词Size本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乙保的外语名称 就这样 一款包装精美的饮用水杀入了市场 顿时在一众杂牌水里鹤立鸡群 当消费者们看到乙保这款包装精美的饮用水后 发现它的价格比寻常饮用水要贵上了一倍 居然更积极地去掏钱购买了 因为乙保的定位从一开始就是高端包装水 两者在受重上不同 那些品质粗糙一些的饮用水 不仅没有和乙保直接参与竞争 甚至反而起到了衬托的效果 很快 乙保就在国内市场迅速铺开 成为了中国第一家包装饮用水品牌 乙保对市场的占领 比娃哈哈和农夫山泉早了整整六年 但就在乙保大获成功两年后 周敬良却离开了乙保自己单干 2004年 周敬良创立了我们如今熟知的 那个有些不明觉厉的水中贵族百岁山 三块一瓶的百岁山和可乐一个价 为什么消费者依然愿意购买 百岁山等高端矿穴水贵在何处 九年后的朋友对百岁山的广告肯定不会陌生 画面里一位美丽的公主将一瓶百岁山 递给了坐在街边的西装老头 老头结果 百岁山一脸深情地看向公主 公主则抱以微笑 随后就是那句熟悉的广告词 水中贵族百岁山 百岁山在当时的广告里 那叫一个清新脱俗 人家娃哈哈主打补充矿物质 农夫山泉的招牌是天然健康 广告内容都有明确的导向性 唯独你这百岁山 弄个公主和老头就想混个贵族当当 你觉得消费者真的会买账吗 答案是 消费者还真的会 周敬良当初对百岁山的定位 就是高端包装水 既然高端 宣传的重点 也当然喝平价水是不一样的 平价水卖的是性价比 而高端水卖的是故事 比如法国的伊云矿泉水 其品牌故事就是 法国阿尔维斯山路的伊云小镇 喝了伊云 你就能体验到 法国贵族的生活方式 百岁山的故事又是什么呢 其实广告片中就已经告诉我们 广告中的老头 是著名数学家笛卡尔 而少女则是瑞典王国的 克里斯汀公主 百岁山以他们的爱情故事为蓝本 创造了公主给数学家送水的情节 很多人并不理解 购买百岁山的消费者 一瓶三块钱的矿泉水而已 还真想把自己喝成贵族 的确 百岁山在以实用为标准的消费者眼中 可能就是单纯的智商税 但不可否认的是 并不是所有消费者 都是以理性为标准去购物的 小到无聊的攀比 大到正规的借贷场合 三块钱百岁山就比两块的农夫山泉 更有竞争优势 百岁山的成功定位 让他得以率先占领中国高端包装水市场的空白 据悉 百岁山迟迟不上市的原因 是因为根本不缺钱 百岁山的营收自从创立起来 就一直在稳步上涨 到了今年四月 更是突破百亿 并且 百岁山的创始者周敬良 已经七十多岁了 这位稳重而低调的老人 可能已经厌倦了折腾 希望自己和企业都能够安稳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 感谢观看